文宇丹停下脚步 回头面对他 元吉 我之所以和你说这些 是想让你知道 我给不了他其他什么 但是信任却给得起 不管他是琳琅哥的东家还是 他接连的和东阳西洋人接触 做买卖 我都不会怪罪 他的根在我们南朝 他重视家人胜过一切 我相信他 绝不会做出伤害亲人的事 他助你 别是助我 你告诉他 只管放手去做 要是再能找出和朗星草 一样好用的东西 我还要重重赏他 皇上对如初的心思 一直是一块 重重压在他心头的石头 现在这块石头被搬走了 他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这也有新的担心 皇上嘴里说 没了其他心思 可是这摆明了 就还是对如初格外不同啊 他这里还好说 心里再顾忌也只能是顾忌 可皇后呢 若是皇后知道了 如初岂会有好果子吃 如初这两年刻意和皇后交好 不就是想少些麻烦吗 皇上这么做 两年的心血都白费了 臣带夫人谢过皇上 不用谢得这么不情不愿的 要不是真的放下了 我也真的把你当成了家人 绝不会和你说这些 文玉丹 仿佛真的放下了一直以来挂心的事 整个身体都轻松了下来 回身继续前行 话题却没断 皇后那里 你也无需担心 她也是个通透人 早看出来了 若是我真做了什么 或者化石也和其他女人一样 她怕是会成为上一个季后 可我既已散了心思 化石也是处处躲着我 后来甚至极少进宫 她就是想为难都没有理由了 更不用说 你们还主动外派 这其中有多少化石的原因 我们都心知肚明 再说 她始终还是记着化石的好 处在她那个位置 要找个始终如一代她的人不易 就如我一样 想找个态度始终没有变过的人 也很难 她想珍惜她和化石的交情 念疾 我也是 我希望我们都老了的时候 还能入这般轻松的说话 你不要变 就算以后我变了 只要你还和以前一样 我也能自然的变回来 不知为何 听到皇上这么说 文由心 默得就软了下来 脑海中 不由自主地浮现起 两人还很小的时候 当时 还是小太子的皇上说 我一定会当上皇帝 那时候 我就让你当最大的官 当时 她怎么回答 好像就如现在一般 神情坚定地回话 是 文玉丹就像是来度假的 仗着这里没几个人认识自己 带着尾巴每天到处走走看看 再跟着文佑去看人起火炕时 还乐呵呵地和做活的老农谈上了 那神态看着 就是个不知世事 贵气十足的公子哥 有气度 却不纹固地让人讨厌 老农从一开始地战战兢兢 到后来的口若悬河 让知晓文玉丹身份的齐男等人 惊得差点掉了下巴 围着那四四方方的床 来来回回地看 文玉丹心里实在怀疑 这东西真的有用 文佑还没有接话 那边正做最后收尾的老农 就首先不赞同了 大人为我们想出来的东西 肯定有用 文玉丹冲文佑挑眉 那之前几次怎么都失败了呢 我们做农活还得从失败中攒经验 失败怎么了 每做一次效果都比之前好 就是好的 老汉我有信心 不用多久 这东西一定能做好 被顶撞了 文玉丹不但不生气 反倒笑眯眯的点头附和 一个地方的官员好不好 不全看政绩 还得看百姓怎么说 园吉到延州不过半年时间 看着倒是民心所向 文佑又是一身泥的回来 话如初早习惯了 可当看到皇帝也是一身泥的回来 他就有些不淡定了 阿佑去玩泥巴 是为了把那个火炕弄出来 皇帝这又是做什么去了 也一起玩泥巴去了 心里付费 口里却忙不迭地吩咐人去打水 文玉丹挥手制止 打水就不用了 我想沐浴一番 让人将水台去房里吧 是 华如初下去安排 文佑送人回屋 路上便被问起 这火炕真能做得出来 是 已经摸着的经验了 他们都说可情 真能弄出来就好 不然今年的眼周不会好过 听说你将一众将士 都派出去帮百姓修起房屋了 文佑一点没有隐瞒的意思 不然也不会在皇上 还在眼周的时候就这么干 文言也就回得干脆 是 将士的使命是保家卫国 现在没有战乱 帮百姓渡过难关 便是他们的责任 回太远后我会下公文与各州 没有战乱的时候 将士们是不用闲着 光知道大家闹市去了 倒不如选你这般 将人都派出去 帮百姓修房子去 这公文一出 估计臣就要被中尉将军记恨了 哈哈 不让人记是庸采 让他们惦下去 行了 你也回去洗洗 晚上陪我喝几杯 你们家的厨子手艺不错 不比宫里的差 我都想带回去了 皇上 宫里的御厨可没有女人 文语丹又小 哦 我都忘了 你们府里特殊 各个女人都是有本事的 元吉 你和我说句实话 身边的女人都这么能干 你有没有压力 或者觉得难受 臣觉得很好 远没有其他人家里那些烟字事 个个都是为了主子着想 臣以后再不会小看女人 是啊 都说女人只能收而育女的 如你夫人那种 若是野那般 就真是浪费了 文诱回屋时 水已经备好了 梳洗好出来 便看到如初也回了屋 都安排妥当了 嗯 话如初起身 推着人坐了 拿了干帕子 给他擦头发 是不是很累 嗯 皇上来了 有四日了吧 对 怎么了 我在想 他什么时候走 话如初怎么想 都没想到会听到这么一句话 停下动作 人都愣住了 玄机笑出声来 怎么感觉 你这么嫌弃人家 嫌弃他是不敢 可他着实是希望 他赶紧走的 谁能再知道 皇上对自己的夫人 有好感时 又能自若的起来 口里是说着放弃了 可美美 只要如初出现 便时不时追随的眼神 他看得心惊 好在如初本就敏锐 察觉到后 不是非得出现的场合 他都不会出现 今日有几个人求见 都是为了亲戚所来的 我将人留下了 一会儿 你将那个箱子拿出来 当着皇上的面 让人试试 文由按住他的手 回头 顺手至极地搂住他的腰 问 几声把握 一半一半吧 那毕竟是房的亲戚所 未必就解不开 你就没想过 他们能解开亲戚所 话如出炉了他头发一把 觉得头发还是太湿了 就着现在的姿势 继续给他擦 申哥动过手脚的 我不信还有谁打得开 要是真出了万一 那只能说明 天意如此 我不会为你的 如出的动作很温柔 文由闭上眼睛感受着 不欺然 想起皇上那日说过的话 心里控制不住地得意起来 这么好的人 是他的 心里只有他 他们 还有了一双可爱的孩子 就算是皇上又如何 这个人 这个人只会是他的 好了 别撒娇了 皇上说不定 已经在等你了 来 我帮你梳发 文由不情不愿地转过身去 话如出拿了玉冠过来 熟练地将头发竖好 又拿了和玉冠同色的衣服过来 帮他穿上 荷包玉佩 紫紫细细地 没一点疏漏 对了 这几天 我也忘了提醒你 文家的身份 你记得问问 低头 看着蜜蜂一样 围着自己忙活的人 文由心下柔软 顺应下来 又到 如果文家真是武林出身又如何 话如出没想过这个问题 只想着将文家的底子弄清楚 想了想 到 人都死绝了 还能如何 当了了心里的疑惑吧 好了 可以了 我将酒席设在小花厅那里 晚上 我和老姨子他们 会在正厅这边用饭 你不用惦记 摸了摸他的脸 文由低头亲了亲 才转身离开 有时候 他真想什么事都不管了 专心和如初私混 话如初 轻浮着被亲过的地方 脸上带着 自己都不值得温柔笑意 到花厅时 皇上已经在做了 文由忙快不上前 不带他见礼 文由丹并指了指自己对面 示意他做 并调笑他 我记得以前都是你的速度比我快的 现在却是反过来了 成了亲就是不一样 皇上 臣身上的泥比您的厚 文由丹大笑 所以要洗得久点 确实如此 文由丹笑得更加厉害了 浅浅的笑文都露了出来 文由直呼添酒 双手端起酒杯道 臣敬您一杯 文由丹拿起杯子和他碰了碰 一饮而尽 文由同应如是 刚才夫人告诉我 武林中有人响应了金雄铁 三人上门求见 说是愿意一试 哦 文由丹大喜 人呐 来之前 成人人去请了 正说着 大人 外头就传了请示声 隐瞒身份 是文丹丹自己的意思 到目前为止 都执行得很好 看皇上点头 文由才扬声道 请人进来 三人连妹进来 齐齐抱拳为礼 文姑爷 这却是将他 当成武林的姑爷了 文由脸色 不自觉地缓和许多 也抱拳挥礼 要麻烦三位了 不知三位尊敬大名 见他如此态度 三人都觉得挺舒服 从左至右 轮流报了名字 齐轩 胡椒 陈普威 宋辉和齐军 抬着箱子从内门出来 箱子放在一边的高屋上 这就是想要三位打开的箱子 三位不放一室 三人眼睛放光 都围了过去 江屋中另一位 从始至终没有说话 也不知来头的人 抛之脑后 文宇丹 本就对着箱子里的东西 非常感兴趣 也起身走了过去 想近距离观看 他们开箱的过程 这什么千基索要真那么好用 他也需要得紧 要说秘密 皇家还少了 三人像是认识的 头碰头商量了好一会儿 最后却差点吵起来 显然 三人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文又走近 可是有何不妥 齐轩回头 文姑爷 我觉得这锁有点不对劲 不像是千基索 文又看向另外两人 你们怎么看 吴江却道 我觉得是千基索 剩下的陈蒲威 皱眉想了想 我也觉得 不像是千基索 吴江 你记不记得 有段时间出了一次大事 就是以伪千基索 冒充千基索的 许多人上了当 吴江脸色变了变 弯腰重新去看那锁 好一会儿后 才脸色难看的点头 是像 像不像 看了就知道 三位不妨试试 三人对望一眼 陈蒲威道 开锁我们都愿意试 只是有件事 我们要先说明 请说 千基索之所以叫千基 就是因为它是不固定的 柳家每做出一个千基索 都是针对个人 而开锁方法 也只有那个人会 其他人若是胡乱开锁 锁会自毁 锁住的东西 同样会损毁 千基索流传至今 敢说自己解开千基索的 屈指可数 我们三人 自是不敢将话 说得那么满 只能试试看 若是这是仿千基索 自然万事没有 可若这真是千基索 我们没有把握 是不是真的要试试 文姑爷你考虑清楚 别事后让我们担责任 这些是文佑早就知道的 可文玉丹 却是头一次听闻 千基索真有那么神奇 不就是一把锁吗 它是千基索 是柳家之物 只这一句 便解释了所有 文玉丹心里暗暗遗憾 可惜 柳家被过早地毁了 你们动手吧 就是毁了 也不怪你们 三人秘密相去 这人 什么身份啊 他说不怪他们 就不怪他们 文佑倾壳一声 你们照做就是 有文佑这一句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三人会登门 本来就是抱着 见识见识千基索的想法 要知道 千基索可有许多年 未有出现过了 摸索了好一阵 陈普威才试探地将一个 拧成奇形怪状的东西 擦进了锁眼里 一进去 他就知道 这不是真的千基索了 他的祖上就曾解开过千基索 先祖留下的手机里 将开锁的步骤和反应都写得很清楚 所以他才赶来一试 没想到碰上了吴江和齐轩 知道两人的姓氏后 他便知道 两人的祖上都是开过锁的 解过锁的不超过五个 恰好就有吴姓和齐姓 如何 伟大 三人难掩失望 年代的 文宇丹都有些失望了 文宇看了眼皇上的神情 提议道 不如再抬一个箱子过来 还不是一样 不是一个地方找出来的 文宇丹眼神闪了闪 扬声吩咐 去我屋子里 抬个箱子过来 外头有人朗声应了 陈朴威 小心地攥着手里的工具 却并没有迟疑 显然 伟迁机锁 他也有研究 只是动作 依旧小心谨慎 手急稳 开了 迁机锁不见踪影 伟迁机锁取代不了 却也有人追捧 卖家不敌 须得用伟迁机锁锁起来的东西 自然也是贵重的 三人在解开的那一刻 便退开了去 文宇丹很难以他们的态度 三位请先吸几片刻 还有另一个箱子 也想请三位长长眼 文姑也客气 三人抱拳 去一边坐了 文宇丹 湿湿燃上前 对这般容易打开的箱子 他兴趣已经不大了 只是 在看到里面的东西 居然是瘦皮后 不由得挑起了眉 需得用瘦皮记载的 都是不能轻易被毁去的重要东西 难道是他想错了 拿起最上面一张 才看到是一张并不多复杂的图时 并没有留意 又拿起第二张 第三张 直到第三张上 他才看出了不同之处 这分明是 盲又回看第一张 图纸画得很立体 一眼就能看出大致形状 再透过边上的文字 他基本就知道了用途 居然 居然是用于战场上的 文家从何处所得 哦 对了 柳家精通机关术 当初可是文家将柳家密门 难道这是柳家研究出来的东西 所以文家才敢起谋逆之心 也之所以 这就是柳家灭门的原因 一张张看下去 文玉丹更肯定了心中的猜测 心里只到怪不得 元吉 你来看看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